2月開醫前 副總召禁地主之儀 辦共事營 就黨內立委到華聯 當時引發誰付錢的爭議 時刻不到半年 副總召誘糾團 以慰酪之名 要一起出國氣頭 當時這趟共事營 最終由黨團黨中央AA制 才平息爭議 而這次時間擬定8月9號 地點在日本北海道 據了解 副崑崎對北海道當地 守門守陸 名義上已慰酪藍營立委 但旅遊的相關細節 費用能帶多少人去 辦公室卻很低調說 總召的私人行程不便透露 只知道這一趟吃得好 住得好 一切由總召安排好 因為我沒有要去 所以我就沒有很認真 去了解那個細節 黨團有人觀望 畢竟帳單誰來買 談錢就傷感情 另外有欄尾另有行程 像是江幾成 20號帶團去捷克訪問 回國後8月2號 又要再次帶團赴日交流 還有陳玉珍也趁修會 平凡和對岸交流 那副總召願意說提勢大家 然後在這個修會 不到 剛好不到一個月的時間 然後起床安排一些小旅遊 北海道走一走 看看這個薰衣草 我覺得總是 總比一天到晚留在 留在台灣 然後遇到這些政治的 紛紛擾擾來得好得多 總召未到欄尾 在揪團 但就不知道這一趟到底誰來買單 TVBS新聞 李國正李宗哲 台北採訪報導